两个绝症死党贷款潜逃 明目张胆地出国旅行 意外成为了网红富豪 今天带来的电影是《最爽的一天》 医院的顶楼 一个名叫安迪的年轻人 正上传着自己最后一篇视频日记 他的肺病严重 没有合适的肺更换 他已经活不了多久了 他已经坚持了一年多 每天都在用视频日记的方式 在网上记录着自己步步冰死的生活 即使是死前宣言 他的视频就像他的生命一样 没有人在乎 没有人关注 这时天台的门锁上了 安迪慌了神 原来他根本没有勇气自杀 此时头顶传来一个男人的嘲讽声 他叫本诺刚来不久 是一个被医生判定脑部有恶性肿瘤 且手术可能性为零的绝症病人 两个等死的人就这样 在天台上相遇相识了 本诺和安迪在医院绝症区成了好友 在这个满是绝望气息的地方 只有本诺有着生机 他总是像孩子般捣乱 似乎身上没有任何疾病 因为他的绝症 除了肿瘤这个定时炸弹外 唯一的险性病症就是 肿瘤压破大脑 导致他无论何时 无论何地在做什么 都有可能突然陷入沉睡 这天 本诺经过一个区域时 发现了大量货物 询问之下得知 这都是以前的病人们买的 反正以后也不用还信用卡和贷款了 他们都疯狂地消费 这些话启发了本诺 他干嘛不借一大堆钱来花呢 反正都是要死不用还 为什么不过个最爽的一天再去死呢 然而总是浪迹在街头巷尾的本诺 信用卡根本借不了银行贷款 他急忙叫醒昏睡的安迪 询问他的信用信息 得知了本诺的计划后 安迪却表示 自己因为肺部绝症 免疫系统为零 医院又没有银行 要是出去感染上什么 就真的死翘翘了 本诺却顾不了那么多 这个世界上没人记得他俩 早死晚死对他们来说并没有区别 哪怕只剩一天 过得最爽就行了 他找准了安迪的死穴 你不想在世上留下点什么吗 看安迪心动了 本诺还加了把火 称两人可以开个专门的博客 将两人成为百万富翁的生活 记录下来 一定有很高的浏览量 听到这里安迪答应了 但没有银行会贷款 给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 他们借款成富豪的计划失败了 还没来得及失望 当天他们便发现了出路 他们大量购买零首付的商品 去变现钞票 小到彩电显卡 大到奔驰宝马 不计后果的两人 真的通过无本买卖 成了百万富翁 飞翅的兰博基尼 从没受过这种委屈 一个主人开得磕磕绊绊 被自行车超车 一个主人能飙到200 瞬间睡着 夜晚 本诺把自己的一部分钱 装进两个信封 一封寄给早已不再 与他联系的父母 一封准备给莱尼 那个自己还未见过的女儿 安迪的视频 也终于开始有了浏览量 他感受到了久违的被关注感 想跟本诺分享 却找不着人 原来本诺去找自己的女儿了 他有了钱做底气 想见自己的前女友和女儿 可是却连大门都没能进去 而且被告知 前女友订婚了 就要在非洲最南部的 好望角结婚 自己的女儿 也将正式有一个爸爸 本诺想要死之前 至少要见一回自己的女儿 直接返回医院 跟安迪说了分道扬镳的事 他说自己不愿意死在这儿 他要去国外旅行 而安迪认为本诺是在背信弃义 说好开博客记录两人的富翁生活 可本诺管不了那么多 强行要走 看本诺如此坚持 对得到费员不报希望的安迪 用报警威胁要跟他一起走 本诺只好同意 两个百万富翁 也正式开启了富豪之旅 最好的红酒来一箱 包条海岸线随便躺 性感超模来两个 你一个 我一个 他们还买了房车 本诺向安迪隐瞒了自己 要去好旺角 其实是去见女友和女儿的事 他们水土不服 边拉边前进 他们攀上最高的吊塔 大喊着自由万岁 他们畅谈着人生直到天亮 安迪还和非洲大草原的野生动物 亲密接触 路上 他们救了一个被追打的黑人小孩 耐不住安迪的要求 本诺只好带上他一同前行 他们记录着这一切 感谢生命的最后一趟旅程 两人的神奇之旅 刚发到网上 就有了几十万的播放量 这让他们更加回不了头了 他也将消息兴奋地告诉了本诺 一路上 两人的友谊愈发坚固 开始启程 本诺却没有将车驶向目的地 而是前往了前女友的婚礼现场 安迪这才明白 他被本诺骗了 本诺根本不是为了帮助他 度过最爽的一天 或是留下点痕迹 他就是本诺的一张票 但他还是跟本诺走进了庄园 因为没有见过女儿 本诺还认错了人 他明白自己以前的过错 给母子二人造成了多大伤害 他想尽一点作为父亲的责任 用他仅有的钱 但这却让这对新人感受到了侮辱 两人被轰走了 重返旅途的安迪 没有责怪本诺的欺骗 反而安慰开导他 第二天醒来 两人懵了 黑人小孩偷走了房车 本诺大声诅咒着 安迪却很平静 毕竟他的氧气瓶还在车上呢 然而这对两人都不再有影响了 他们的旅途快到终点了 本诺见到了女儿 安迪也成为了网络红人 留下了痕迹 两人都经历了爽快的旅程 他们在一处高山上停下来 准备自杀 可真要动手时 两人纠结着 谁也下不去手 吵来吵去 等来了铃声 安迪的嗲嗲击响了 这个东西是安迪和主治医生的联系方式 一旦响了就说明 安迪有了合适的器官捐献者 他可以换废重生了 大喜的安迪就要回国 可本诺却认为 这是警方的陷阱 两人不欢而散 回到医院的安迪没有遇到警方的陷阱 但其实医院找的也不是他 而是本诺 本诺并没有脑瘤 他只是失睡症 而远在南非的本诺 看到女儿跟他一样发病了 以为女儿也可能会得上这种绝症 急忙找上前女友夫妻俩 要他们早做检查 而都是医生的夫妻俩 却告诉本诺 他只是失睡症 这根本不是什么绝症 但这份关心 却依然温暖了前女友对本诺的偏见 而安迪此时却已经感染 虚弱的他把本诺录制给女儿的视频 寄给了本诺的前女友 让他重新获得了原谅 如获亲生的本诺前回国 带着病入高荒奄奄一息的安迪 在楼庭等着日出 就像刚见识那样 安迪也不在乎了 因为这是他最爽的一天 安迪去世后 本诺被告上了法庭 他的律师一直以医院的误诊距离力争 为他洗脱罪名 女儿也从本诺的视频里 学会了诸多技能 她的人生因为这最爽的一天改变了轨迹 把人生的每一天都活成最后一天固然重要 但是我们要明白 每一个当下都是我们最年轻的时刻 保持乐观与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这才是对生活的尊重 在这里的身边 嗯 直到来